明晚天津女排将和上海女排展开排超联赛决赛第三回合的较量 决赛前两回合天津队的李盈莹都是得分王 但是直到上一场赢球 李盈莹才觉得自己真正找回了信心 决赛第二场赛前 天津女排排员巴尔加斯进行了热身 由于尖伤 本赛季巴尔加斯只参加了一场比赛 但是随着第一回合天津女排输球 有人推测 巴尔加斯会火线付出 分担全队的进攻压力 然而实际上 巴尔加斯并未痊愈 决赛还要靠李盈莹与队友们团结一心 全力以赴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 因为我们在从上海回来有这两天 十二时候队伍的氛围不是特别好 那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压抑吧 然后大家没有发挥很好的人 所以大家都会很自责自己没有发挥好 所以在队伍当困难的时候没有站出来 在首回合比赛中 李盈莹空下了29分 第二回合比赛 她再次空下24分 两场比赛都是全场最高 但由于第一场比赛中依传不稳 李盈莹受到抑制 天津女排的进攻没有完全打开 第二回合 天津女排采用针对性的策略 保障依传非常有效 李盈莹的进攻落地生花 干脆利索 全场比赛她36扣22中 成功率为61% 李盈莹打开 天津女排重新找回赢球的感觉 决赛的天平也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对 我觉得今天打在整个联赛中比赛还是最好的一场球 因为从整个大家就是特别零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从前排后排进攻 通过这场球 然后能更加坚定大家对我的信任感 然后我自己也能在困难的时候先杀出来带去带动大家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态上这个稳定吧 包括我在开局的时候能够尽快地进入状态 然后去能给大家力量 上一场的比赛 共有近8000名观众到场助威 值得一提的是魏秋月 李娟 霍金 陈丽仪等天津女排功勋选手 以及常良才等孤勋教练也出现在了看台上 前辈们的出现给场上队员一鼓舞 最终又是李盈莹充满霸气地扩重最后一分 为天津女排3比0锁定胜利 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吧 可能在现场的这些姐妹们有的是我的前辈 有的是我 他们在职业生产的尾期的时候我跟上来了 然后他们也是去带动我吧 而且天津女排我觉得是一支非常有底约的队伍 那现在我们站在决赛的赛场上 我们更加要相信我们自己吧 相信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非常感谢咱们天津球迷观众对天津女排的支持吧 因为这大馆在这比赛呢 也是今年第二场吧 也很少在这里 而且这么多人为天津加油 非常感谢